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有信心 但是没有把握 胜负应该就在那500票之内 接下来的18小时将是朝野政党全力争取那些游离选票 以及呼吁在外工作的游子们赶快回家投票 那么跟补选相关的课题 特别是有关选举法令对败票的限制 成为今日一些马来报跟英文报的封面头条 早前 柔佛州警察总长就说 任何形式的竞选活动进行前 包括最常见的盐护败票 都必须要向警方申请准证 这个举动马上就引起朝野政党的不满 呱呱叫然后再批评警方还有选委会 认为这是限制拉票竞选的自由 同时也不符合民主精神 那么昨天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就站出来 曾经说走访或者是掩护败票活动不需要申请准证 那么警方援引的选举犯罪法令不适合用在这种活动上 他的那种啪一锤定音就化解朝野政党的疑惑 到底还需不需要申请准证 那么现在答案是不需要了 所以今天的关键词是 拜票 那么西纳哈利安和STAR的头条都给了 总检察长提提汤米汤姆斯 西纳哈利安是说 总检察长纠正选委会和警方的竞选条例 顺便提一提西蒙当选政府之后就有了资源 所以今天就包下西纳哈利安的封面 呼吁选民支持土团党的候选人就是四号的卡敏 那么他们的封面 他们的广告就是这个 所以从封面广告 你就可以看到有两位领袖的照片 第一就是候选人卡敏 第二就是首相马哈迪的肖像 仿佛在利用马哈迪的影响力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这个做法是否很像之前国阵的方式呢 STAR的封面头条是 All clear for walkabouts 走访拜票不需要准证 那么封面刺文就说 Why put a 30% lead hiring woman 为何设下30%聘雇女性的限制 这是大马铁娘子 就是前国际贸易局工业部长 Rafida提出的质疑 他说这30%将限制雇主聘请 或者是寻找更好的女性员工 那么他认为其实没有必要把女性职业 或者高层锁死在30% 其实市场上还有许多出色的女性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想法 或者是这个建议 这个呼吁呢 其实在国家妇女政策2021年至2025年建议当中 就有其中一项提到说 在公共服务领域 设下30%女性固打的这个措施 以便增加更多女性的比例 显然这个做法并不是保护女性 而是限制女性 OK New Says Time它的头条是说 Boy by Support支持率上升 虽然标题没有明显的写明 哪一方的支持率上升 但是如果看看这一期的封面 就是这边 你就知道NST它要表达的是什么了 马哈迪高举卡明的手 再看看内页的版头 这个标题 巴卡丹·立斯·巴瑞珊·因普 西蒙在民调中领先国阵 NST它就引述清西蒙的 Institute Daru A3 IDE民调中心的 研究结果指出 西蒙拥有53%的支持率 以微差的优势领先国阵 不过呢 其实还有另外份民调 就是来自灵感中心 Yuham Center 它所进行的调查结果 则得出相反的结论 就是有75%的受访民众 表示他们支持国阵马哈的黄日升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调结果 但是NST它只凸显IDE的民调 则没有提及Yuham Center 所以其他补选相关的新闻呢 在NST都是凸显执政党为主 比如说强调马哈迪的谈话 那么反对党的新闻 他们的篇幅则相对的少 另外一份比较不同的是 马来报Breda Harian 他关注的是财经以及中油的课题 他说 中油价格有望上升 随着中国跟日本这两大中油买家 增加额外购买马来西亚的250吨中油之后 那么相信可以提高 目前低迷不整的中油价格 这项250万吨的交易将在明年落实 为了表示隆重 首相马哈迪和两名部长 就是原产业部长郭书庆和外交部长塞福定 三个人一起见证这项签署仪式 那么小园主们看到这则新闻 应该可以喘一口气了 因为油仲的价格可能会上升 Financial Daily他关注的是 政府出手拯救一家关联公司 应该是讲关联机构 Government to bear 10.3 billion losses in Tabonghaji Rescue Plan 拯救朝圣基金政府承担103亿令吉的损失 政府又再次出手拯救表现差劲的政府机构 因为财政部早前就成立一家特别用途公司 叫做UJXP 收购 Tabonghaji旗下表现不佳的资产 那么政府被迫承担 与这些资产市值有落差的数额 差不多是103亿令吉 Tabonghaji把那些差劲的资产 就是过去管理不当亏钱的东西 全部转给UJXP 这是拯救和重组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那么现在UJXP就把这些过去不好的东西 全部给借下来 那么他们就要承担这一些的损失了 今天是星球 所以我们多聊一份财经周刊 Focus Malaysia 他的标题三个字很简单 Lower the barriers 一个感叹号 降低门槛 什么东西要降低门槛呢 他们的封面头条是探讨零工经济 Geek Economy的课题 现在市场上市面上 火热的都在讨论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 比如说什么ABNB Grab Foodpanda等等 这些都成为新的经济力量 可是政府和执法单位似乎在提高门槛 为何呢 虽然政府表示说要协助这些零工经济领域 比如说日渐增加的零工经济工作者 但是当局却不断地在干预和制定新的条例 似乎在限制他们的发展 而这一期的封面就是探讨零工经济领域的公司 还有他们的工作者以及政府之间 到底应该维持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才是最好对这个领域的发展达到最佳的效果呢 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他们不希望发生杀鸡取卵的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眼前短暂的好处 而牺牲掉长远的利益 这是不值得的 所以他们才说不要调高门槛